好,那大致上,来,这个我们好朋友 这个可以跟同学朋友说一下 这个尤其刚才看到 这个1727 它的一个番茄这个苗 整个深的一些地方都有产生白化现象 这个欢迎 看到这种的地方都会先建议好朋友 就是说直接先出手 先因为尤其老后正常 只有新月一点点 有可能是这种缺帖的这个情形 这缺帖有几个原因 因为我们在温室里面 在尾身大的 这两年里面的这个温室 不然一般来说 番茄、豆腐 无论是种什么 这个温室里面 大概都会变趋劲于减性 你如果没把它处理 没用大量的这些油脂质去改善 大概都是趋劲于减性 减性的这个环境里面 就很容易删成这种的这个问题 这个缺帖性的解决方法 所以可能是这个所在先来开 如果我的个人的做法 就是说先建议 先这样来开这个 这个先做出力 因为这个可能是这样比较快 就没啥要紧 就没啥要紧 有的说那种的病毒 这个番茄有一个这个卷液病毒 但是它方法卷液 它一定会求 我们好朋友那些没求 所以一般来说 一般是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的一种的一个 如果它没有卷区 一般我们是没办法去判断 说是这个病毒病的一个这个情形 尤其是没办法这么直接的 直接就跟它说 它是这个病毒病 但是尤其缺帖的这个情形 是最多的一个明显 一般尤其是个人的建议 就是说你是不是直接 就是用为这方面来 来给它这个判断 让民生报纪 一般来说同上的 很容易 很容易来给它这个处理好事 大家这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是做事人的电台 FMQQ.5 新浪公布电台 新浪公布电台